生动地揣摩各小动物的神情动作 黄志强和太太以肢体来唤醒民众 万物生灵皆平等 其实我演的时候我会比较自信 因为我没有 那个心没有惭愧 所以我会大声唱 我会大声做出来 发给全部人知道要如数 黄志强早前参与法辟如水进葬法会 开始宅街108天 即使法会已结束 他依然持续如数 而且他还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再结 我其实很惊喜 他是突然间我也没有勉强他 我也没有跟他讲说 你要吃素 我从来都没有讲过这样子 慢慢过来 好像现在我们就 那个遗忘就不会有了 所以看到那个小动物 我们不会讲要去杀他 要去吃他 因为也是一个生命 王志强不止发愿如数 看不懂华语的他 却不放弃入金帐的机会 除了法必如水 这三天的地藏经四续连线 他也随着大家一起诵经 至少有一般我会明白 就会回想给我们的众生 过去的人 入金帐迪习气 如今王志强一家人都以善法 互相提醒汉眠力 因为毕竟我们人 一定会有那个火上来的 但是有时候就不要发出来 冷一冷 会一步海阔天空 我的孩子最喜欢的妈咪 发脾气是惩罚自己 这个是 他用那个禁食语 禁食语来讲 深入经文 透过演绎 王志强跨过语言障碍 坚定道心 与太太并肩行走菩萨道 同时给孩子营造善的成长环境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巴生综合报导 谢谢